局長 郁中華 這個局長打從市政府一開始推動這個 幸福游禮這樣的一個政策 在萬華區本來大概兩三個裡舉辦 那時候我就提出質詢 希望能夠在中正萬華區廣為宣導 那所以很多裡都動了起來 那加上大家發現效果不錯 反應熱烈 因為的確是改善不少這樣的一個 垃圾亂丟棄 廢棄屋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市容景觀的一個問題 那也普遍建立了資源回收分類的一個概念 那幸福游禮這樣的一個政策 能夠順利的推展 當然要感謝里長的配合 還有這些志工們 他們去做分類回收的工作 畢竟因為情節隊員本身是 分身無力對不對 那中央為了要鼓勵社區 來做這樣的包括個體屋啦 資源回收的工作 所以在106年起 就配合市政府的自籌款 補助參與社區資源分類的這些資工 所謂的工作津貼 好 那這項政策本來是今年要停止 對於社區的資工的工作津貼補助 那麼招言跟在地的里長也向委員也向你們要求說去跟中央再去反應再去爭取 終於現在是有一紙公文下來了 那在今年7月 各里的協辦 好的這些資工們 是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工作津貼的補助 好 可是遺憾的是今年不回溯 那明年也確定不會再補助 那這邊有兩個問題要請局長去做一個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 那5月已經開始好多禮在辦了 那5月到6月怎麼辦 因為他補助是從7月才開始 那因為5 6月頂多是有自己市政府的自籌的經費嘛 是不是 那這兩個月要不要給他們 那怎麼應應 另外就是這個公文表示明年不再補助 那我們明年幸福有理這個政策到底還要不要推下去 其實中央真的對於台北市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時間暫停 你下一段了 下一個簡報 時間暫停 下一個簡報 好 因為台北市參與這樣的一個幸福有理資源回收大局的一個志工的人數 可以說是其他縣市將近要10倍 可是呢在補助上面 其他縣市幾乎都是全員補助 那我們呢 竟然只有我們自己的這樣的一個志工的將近是7分之1 你看一下 台北市來講 他是補助 中央補助是133人 那我們實際的志工人數是961人 新北市呢環保數補助79人 實際志工79 桃園補助98 實際志工98 台南是119 補助 那實際志工是129 你連高雄喔 將近補助97人 那實際志工是107人 只有台北市你看 是差這麼大 所以不免讓人家感覺到有政治因素的考量 好 那今年我要問局長 5到6月不回溯補助 你們會不會用二倍金來去補助 還是你要怎麼樣來表達你們對於這些志工的謝意 好 那明年沒有資源回溯大軍的經費補助 幸福有力要不要繼續辦 如果你重來停掉的話 基層反應這麼好 那你要怎麼去跟這個里長 或者是里民去做交代 而且隨著來的這些大型的費器物要怎麼樣去處理 有沒有可能乾脆就全部都由你們來編列 可是如果全部都由你們來編列 有沒有可能排擠到原來的一個環保局的一個預算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的對策 還是你要再去跟中央去做這樣積極的反應爭取 來 請回答我 那個宇宙好 我想非常感謝宇宙啦 長期關心我們環保這一塊 尤其在推動這個自收大軍這一塊環保所是106年 推動這個計畫嘛 那因為大家的配合的話 剛才宇宙報告過 推動的熱烈 我們現在台北市那個自收大軍 真的是大軍啦 將軍千人 其他城市可能都擺人不夠 所以應該鼓勵我們才對嘛 對對 但是因為現在那個環保所下有7年年底就發一個公文 他說這個自收大軍就靠階段新政府已經完成了 要變成這個自收關懷計畫 對 這些都是我都知道了 你告訴我要怎麼因應 對 但因為這樣子的話 所以變整個這個補助本來就要停止了嘛 對 那因為這個也依照這個大力奔走 那個也後來也就反映到中央去嘛 是啊 那他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我知道這我剛都講了 對 所以都要變成就是說 因為我時間有限 對 對 因為他也給我們差不多7年一半的錢啦 那只要配合我們自己的預算 但是我剛講的5到6月分不到啦 因為不回溯啊 那這個因為涉及到幾個問題啦 因為那個你假如 因為就是有涉及到這個老保 老保的問題嘛 老保的話 老保是你就開始工作 那才幾算嘛 對 要怎麼辦 對 那你假如說 你要追授這樣子的話 哇 那個就很重新的 那你假設你說真的都不能追授 那我們本來也有這個製籌款啊 那你要怎麼樣去謝謝他們 還是沒關係 對啦 給他做白工 跟醫生報告啦 其實我們台北市啊 這個大家這個 志工一工也都非常熱情啦 平常其實我們沒有給他很多禮 其實沒有申請 支收大金啦 他們是很努力在做啦 那因為這樣子 這個這幾個禮啊 就這個現在譬如說今年已經有180幾個禮來申請了嘛 他們是有付給薪水 其餘的都沒有 他們自己也在做 那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就乾脆不要給了 沒有啦 因為有申請了 我們還是按照當時的規劃 環保署核定的計劃 我們來怎麼分配 目前我們正在規劃中 現在就算有申請五六月還是一樣嘛 就是沒有補助嘛 所以不管他有申請或沒申請 都面臨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對 這個目前來講 追授這個事情可能有一些難題啦 至於說 一週提到總統性謝謝他們 我想我們來想辦法 對啦 像我知道聯姻體系有個狀況是 那些志工平常也沒有什麼所謂的今天 但是呢 他們呢 就是一年會有讓這個 這些志工們出去做這樣的旅遊 然後感謝他們 表達一些心意嘛 我覺得如果五六月 其實這部分 你講的說怎麼勞健保 這個都有影響很複雜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也可以再去做思考 謝謝 謝謝 總是你要再去想想看 要感謝他們 沒有他們也沒辦法推動這麼順利 好 那明年我們到底要不要辦 如果資源回收大軍 中央不補助了辦不辦 這樣講 第一個 因為中央他也推很多政策 那我們環保局一定要配合 因為這涉及到這個 這個績效考評吧 明年辦不辦 人力還是有一定 經費還是有一定 所以明年不辦了是不是 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因為他剛剛這個補助 剛剛決定下來 我想 他有講說明年確定不辦 他說階段性認完了 那明年他不補助 我們辦不辦 我們編不編這個錢 這個謝謝宇宙的提醒 那目前我們整個還在重新規劃 因為到底要不要辦 這個是有一點政策性 要編預算 這個我想我們環保局會來規劃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趕快去圓 因為這麼好的一個活動 真的是非常可惜 那這個部分也希望儘快 有一個答案出來 因為很多里長其實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好不好 對謝謝 謝謝宇宙 謝謝